市长好吗 市长 这个昨天啊 我们市长夫人 就我们是佩琪姐姐 她在脸书有一些发言 那其实我个人是非常 肯定她在发言中里面讲的这句话 我深信医生或许有政治立场 但不会带进自己的医疗专业中 不会因政治立场而没了是非 我是肯定的 我们来看一下我现在搜集的资料 这是卫福部中英网站的比对 那么在卫福部的中英网站上的比对呢 我们中文讲到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特别还刮服了武汉肺炎 可是呢到了英文 Attention后面 写写写写写 这是COVID-19 没有武汉肺炎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 这是外交部参与国际组织 说帖中的中英文比照 那么在里面呢 对于中文的解说 欲请支持台湾完整参与 世界卫生组织WHO 所有会议机制及活动 很好啊 很棒啊 全民都应该支持 所以他中文里面特别写了新冠病毒武汉肺炎 肆虽全球 可是呢在英文版的部分 武汉肺炎又消失了 只有COVID-19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卫生局 卫生局的检验报告的范本里面 报告范本 大家做了检验证明 就要提供给全世界入境的时候看嘛 所以呢 局长 我们是不是在检验报告里面 也只打上COVID-19 黄局长 是不是 可以 可以 不能够在后面括号武汉肺炎吗 依照中央的标准 还是说担心打上武汉肺炎 到了其他国家区 大家看不懂 这是怎么样的检验证明 所以市长 我用短短的质询 回到我们市长夫人讲的这句话 防疫呀 不会因政治立场而没了是非 因此我见请市长 你应该肯定时代女性 好吗 我只是讲一个事实 好不好 至少做人 不应该有两套标准 因此防疫不会因政治立场而没了是非 好 接下来 我想要执行市长的是关羽 最近有一个问题 关于裁员 是谣传文华东方 用饭店商务回归 换取容积率 是不是事实 我们黄局长请回 这个好像是以前的 以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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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这个我上任以后 把这个废掉了 就说你要嘛就是缴钱 或是缴 我们好像就不准再用那种 我们请都发局长 劳动局长 产发局长 财政局长 你们都上台好吗 市长 这个谣传文华东方 用饭店商务回归换取容积率 是不是事实 这是有历史背景的 我报告市长 他是事实 但是有更多的市长 市长你应该要明白 这个局长 我想请问真正的事实 回馈市府还有哪些 这个局长您说一下 这个是民国九十二年五月份 那边公告实施的 它本来是住宅区跟特专区 并公委金融服务专用区 那还能回归 第一个是土地20% 那另外就是要捐 捐公园道路等等 再来是容积奖益25%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情况是很简单的 就是我看到的说法就变成 我们用饭店商务回馈 所以换取了增加25的容积率 可是呢 少掉一个最重要的解释 就是当年他们捐地二十 也就是说真正的事实 应该是回馈市府的预估金额 在关于饭店商务方面 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而其余包含刚刚局长您说的 捐赠用地也好 新建公园也好 捐赠道路用地也好 以及任养 市长高达回馈市政府 一百二十七亿六千三百多万 好 所以这件事情我是要提醒市长 因为如果不确认的解释 就会让市政府变成去土地财团 好 所以变成市长 您对于监督一件事情 当被社会质疑的时候 应该还原全貌 好吗 好 接下来呢 我请市长看一下影片 老年人 他不会用那个QR code 或者是悠悠卡 他弄得不方便 你现金给让他多少 一百里又一百里 你用那种东西 两年人 他没有那种概念 他也不会用 那你如果有便宜是不是 你说这个多少的钱给你就好了 那你又有卡不仅 我都爱不仅仅 那你像个什么 那个做阿公都改是一样啊 这是四高年年轻的市场做生意的 大部分来传统 好我们放下一段 有时候根本就用得比较方便 这个是传统早餐店 这个是传统早餐店 这个电子消费 这个电子消费 我以前大家都要用 像我是不会用的 对 大家要用的 好 接下来是我们卖菜的 好 这个关于我们前面看到的市长 有关于中央要放这个 发放这个振兴券 我们给谁用呢 我就想问一下市长 这个我们也请产发局市场出商业处的人 请请请上来 其他的长官请退 请休息一下 好 所以说啊 市长 这才是市井小民的声音 里面有在传统市场 好做生意卖肉的 然后有在洗头的 好 然后呢有这个在菜市长卖青菜的 然后呢 还有卖早餐的 好不是卖当 就一般的早餐店 还有卖肉丸的 市长啊 就算我们说 中央说 没问题 你们不会用这个coupon券 我们改用 改用这个票券 改用票券 请问市长 他们用得到吗 谁回答我 好像细节还没公布 老实讲 我也不晓得现在正新券 到底要怎么用 因为我们一直在等到细节出现 哪些行业可以用 那怎么用 我都不晓得 现在得到讯息是 现金跟支付都可以使用 但是到底怎么用 那个细节现在还没出来 也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 还没出来 都还没有出来 但是我帮这个小市民向市长请命 我希望这些正新券 真的应该用到可以用的人身上 好吗 好不好 没人听到啊 好吗 好 怎么样呢 可是他怎么 因为我们现在都不晓得 大家都不知道 怎么用那怎么办 但是到底是 额度是多少 怎么使用细节 现在还没出来 综合上面每个业者都说 你给我现金不就好了吗 需要搞成这么复杂吗 一千可以换这个换那个 大家也捕傻傻 就是说你要纾困给我现金就好了吗 所以是不是也麻烦中央 这是台北市做生意 小市民的声音 对不对 他们很辛苦的在街上卖菜 卖肉丸 洗头 也没有人买 也没有人来洗头 早餐店也没有 你给我钱 就是这样子 好吗 尽量再去再去疏通 可以吗 好 时间暂停 接下来还有一个环保局的议题 我想请环保局长跟卫生局长 出席一下 这个是最近 我先有个引言好了 因为最近 这个所谓的这个漂白水 漂白水都都受到大家的欢迎 因为也没有酒精 后来我就介绍市民的成情 提到一下 提到就是说 这个 发现家里的宠物 因为家里常常用西式的漂白水 在做消毒 怎么会发现就是说 这个狗狗啊 好像最近都很奇怪 常常走路都歪一边 也就是说 没有一个证据 但是他们合理去质疑说 是不是我们过度滥用的漂白水 那我现在就来介绍一下 关于我们现在未来都常常会 因为要消毒防疫所使用的漂白水 台北市环保局 当我对你们提出一个疑问的时候 我从卫福部2月19号里头 好 卫福部2月19号的时候 要求各地的环保局 对高中以下的学校及幼儿园 进行消毒作业 那也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我们环保局就负责了全国 就各地的环保局负责全国7000所高中以下 学校后面就是去做消毒 那我给台北市环保局回问一下说 那你们怎么消毒的 局长你们跟我回复说 你们就是用次氯酸钠的漂白水 稀释了50倍 然后就去执行消毒作业了 局长是不是 报告一座 这个是包括中央的卫福部环保署 主对这一次的防疫 全国统一的这个消毒的规定 那我就常常讲中央防疫 中央防疫是说一套做一套 然后又违背它的模法 我们来看一下 就一起上个化学课好了 市长 漂白水啊 它经过经过这个 经过这个水解之后 我们讲后面就好了 使用漂白水喷洒后 需要有专人用大量清水 抹布擦拭干净 否则人就很容易被病毒杀死 却被也致癌物毒死 这个是化学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全球都有关于 漂白水的危害实力 其中呢就讲到说高浓度可能致肺部伤害 然后呢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例子 这也是一个扫厕所的工人 他自己都说了他闻了漂白水一小时之后 竟然费积水住院五十天 住院的五十天 我们往下看一下 居家用药 居家用漂白水 消毒到底有比较好吗 台上也有两位医生 医生们都提出了警告 就是说婴幼儿如果说 生长在过度干净的环境中 也很容易衍生出一些相关的疾病 好气喘啦 结膜啦 结膜炎 那2017年的时候更严重的发现 漂白水会造成肺部的伤害 那家庭经常使用的漂白水 这都是你们医生说的哦 会增加孩童百分之二十的感冒 匾桃县发炎的几率 这个黄局长 你觉得呢 漂白水对小孩子 对居家 他有没有过度使用的问题 会产生一些伤害 是有可能 是有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说啊 环保局 你们刚刚就跟我说 这是 这个是所谓的 这个卫生署规定的 所以我早就确认 你会跟我说 次氯酸呢 是免申请许可证的一般商品 它的浓度在百分之六以下 蛤 它的浓度百分之六以下 好 浓度百分之六以下 好 那我找给你看哦 因为我找 我今天时间还不够 所以我就找给你看 到底我们台湾有多少的漂白水 上面写的是六点五下 没有 只有一个国外进口的有 然后呢 来 我们看一下 这才是正确的回复 依环境用药许可证的 申请合法作业准则 规定免申请环境用药之药品 是否人属环境用药呢 这就是我刚刚跟局长市长报告 充满矛盾 我认为当初 当初中央卫生 中央卫生署 会说这样的情况 是在于 大家买不到酒精 所以就来了 这个漂白水先用一下吧 就只是这样便宜形式而已嘛 然后呢 你看看他里面写的哦 讲了哦 认定为一般商品的是漂白水 可是后面有讲了 为该商品的标示 应符合商品标示的法规 广告应符合公平交易法 有关的广告规定 最后也讲了所有的东西 系属于药室法或食品卫生管理法的权责 然后呢 市长 这是我要跟您说的 也是我觉得现在 大家对于漂白水 漂白水的过度哦 把它用法 无限制的上岗 到什么都用漂白就对了 若是一般商品 能够灭菌吗 消毒等功能 它能够强调吗 这都不是漂白水 甚至不需要具备环境用药的专业技术人员 所以呢 我们这样讲 如果今天没有正确的使用漂白水 绝对跟我们市民的身体是有害的 因此环保局你们应该去宣导 宣导 你没有必要用漂白水稀释的时候 就不应该广泛的使用啊 这是不对的 然后呢 不但不对 环保局你们未来也应该以身作则 查了一下 我们现在公务人员 公务机构的采购法 我查了一下 你后面就有很多啊 环境用药的采购 应该至少要有许可证嘛 局长你看到没有 跟益州报告 它这个成分在6以下是免申请 这个环境用药 对 你现在说免申请 对不对 那我请问一下 你政府有那么多可以使用的许可证字号 不在于你要不要申请 你就应该要用合格规定的嘛 漂白水它本来就不是用来 用来消消毒一些环境的嘛 我们可以循规 我们可以循规道举的做 为什么不把它做好嘛 市长 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市长因为我讲话已经很慢 你应该都听得懂吧 对不对 我的主子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你们未来环境环保局的用药 就是规规矩矩 不要像中央这样便宜行事啊 跟益州报告 这个是在整体的新冠肺炎的一个防疫上面 对 全国统一的规范 是 但是我现在跟你谈的 新冠肺炎总会过去 因为在当时 在当时大家买不到酒精了 所以就便宜行事说 反正呢 这个样子 瞎了稀释之后也OK的 可是如果站在 呃 长期以来看 哦 这个生态的话 我认为不是健康的 就像刚刚黄局长讲的 对不对 你今天在学校喷喷洒洒 喷喷洒洒 每天喷每天洒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卫教 好吗 局长 所以我们会来 好 还是就是说 使用安全的一个宣导 你们环保局未来要采购什么 就是去买 由我们许可证字号 是符合 符合这个这个 呃 整个环保里面的用药去处理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 那接下来我想再请教市长的 就是说 嗯 OK 这个 呃 我们看一下第二殡仪馆最近的情况 哦 这是今天跟跟市长讲的 市长这个是这个是今天的状况 今天 我们先看一下影片好了 市长 因为刚好那天我在那攻击 好 这是今天的状况 就是二管的状况 那因为今天日子不好 所以没有人在那边办告别事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影片 市长 那是当天的影片 你有没有注意到那天的慌乱的情况 有一个多可怕的事情发生 大家在拉那个擦电 好 然后那个电 电线还掉到水里面去 万一漏电呢 怎么办 这个这个我们会检讨的 因为以前二兵也没有淹过水 所以一定是 我猜是二跟二旗的工程 现在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施工的日期 一下子应该会到几年 市长啊 会到一百一十一年 要盖到一百一十一年 对 大概因为我们大概七月底 会把联系币做好 那时候就会比较好一点 我现在七月底以前 我市长我们看一下 七月底以前 如果大家去工绩 都是外面堆着沙包 对 外面又是这样一个机器 好像不是很庄严的 那我是不是见请市长跟局长 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哦 如果不撤除这些沙包 每天堆在那里的话 我们这个二馆 一楼的三个厅 是不是应该暂时停用 八卫一座 这个有关工程的部分的话 我们抽水器的部分 已经从三台加到八台 第二个 有关那个那个沙包的部分 我们会请厂商来改计 第三个呢 我们现在已经在检讨 城商的责任 对于当天家属的不方便 这个我们都已经解决了 但是我现在探讨的事 不是探讨前天的事情 前天你知道吗 本来家属要跪拜的 结果完全没办法 但是我现在是给市长看 今天的现况 就是说你堆着一排沙包在那里 那个照片再给市长看一下 是这个我们马上来改进 不是啊 你怎么改进 要改堆别的东西吗 我只是请你们 是不是慎重考量 如果未来你们为了防水 然后整排都堆着沙包 好 那如果你们不能够取舍怎么做的话 我是建议像局长讲 在七月底以前 我们是不是一楼的三个厅 就先不要用 因为这在告别事上来讲 真的不够庄严很难看的 是不是你带回去考虑 好 谢谢一楼 好 好不好 我是建议先三个停就停用 我们带回去研究了 抽水机会重新 OK好 谢谢市长 时间请这样停 市长 我跟你聊一下原民会的一个组织再造 好不好 那个 市长你知道台北市原民会是民国几年成立的吗 好像是阿扁的时候 哈 85年 阿扁的时候 是民国85年 3月16号成立的 也是全国第一个原住民的行政机关 然后中央原民会紧接着就在85年12月份 成立了行政院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 市长 台湾最原始的主人是谁啊 原住民 原住民嘛 那现在台湾的政权跟族群 本席认为都是外来的政权跟族群 市长你认同吗 现在的不管是其他的族群 因为最早之前是原住民嘛 原住民有原住民的 那个那个当初 当初也是有原住民自己自治的一个政权 然后还有原住民的 一个原始的主人嘛 所以说外来的部分的话 当初都从大陆啊 或是从其他地方过来 这部分你认同吗 或是这样用那个太敏感了 不过我知道台湾的原来的主人是原住民 这没问题 这也不敏感啊 因为过去也没有汉族啊 过去也没有啊 对不对 好 那个从过去到现在 不管是地方的民选的市长或者是总统 在这多元的社会当中 面对原住民的态度 我们就是用更友善 更尊重跟更包容的方式啊 来做对待 然后 民国民国八十一年 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那个时候启用了第一个原住民的将军 少将吼是是阿美族的吼 然后到民国八十五年 陈水扁吼担任市长的时候 成立了台湾第一个原住民行政机关 到了一百零五年吼 蔡英文担任总统的时候 第一任的时候向全国原住民族的我们的族人相信 道歉并在总统府下吼 成立了一个总统府原住民族历史正义的转型正义委员会 这在总统府下面吼 然后来今年的元月 今年的元月蔡英文总统吼 更进阶原住民族的一个中将 晋升为上将吼 是泰雅族的吼 泰雅族晋升为上将吼 市长本席吼 在前面讲的这零零种种的这个表述吼 是认为一个政治人物 在面对原住民事务的时候 不可以用一般行政思维的角度来看待 应该吼拉高到更高的政治思维的角度来看待 这才是维护原住民族人权的一种表彰 市长这个部分你认同吗 同意 同意吼 来市长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一张图 这个我们从政治的高度来看待吼 六都的原住民事务行政机关吼 行政机关这是一个一栏表吼 然后从上面看到台北市组织编制吼 在这六都里面吼 只有台北市跟台中是没有副首长的 没有副局长或副主委的 其他市都吼都有都有副首长的职缺 本席认为台北市 台北市政府有刻意在 矮化跟限制我们原住民文官 升迁的管道机会 过去吼陈水扁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原住民的行政机关 紧接着中央直辖市到各县市地方政府陆续成立了 原住民行政机关 再再的显示了中央与地方 地方政府决心照顾原住民的政策及决心 更保障提供原住民身份的乡亲 报考公务人员 然后分发时也可以吼 到原住民机关或者原乡机关 来做服务 服务我们的自己的乡亲族人 请问市长 你对公务人员的一个升迁制度你了解吗 不是很了解 好 原住民的 不 一般公务人员的升迁 就是委任 建任 跟检任 这样你应该了解吧 知道知道 好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张图 我们没有原住民的副首长 副首长是文官 检任十一职等 来 这个是我们原住民的一个阶级表 公务人员的一个阶级表 不是原住民阶级表 是公务人员的阶级表 我们公务人员后 经过国家三等四等五等初级的考试后 集合之后后一路苦干实干 从书记办事员科员股长到专员科长 这个叫做前面的书记办事员科员 这是委任 到专员科长是建任 到了我们的主秘专委的部分是检任 然后呢 苦干实干 一般人可以做到副局长 甚至府内的 府内的参议 禅士 副秘书长 甚至秘书长 然后我们原民会 我们原住民身份的公务人员 到了专委或者是主秘的时候 这个门就锁住了 这个门就锁住了 然后呢 我们的我们这些 我们的公务人员 到了这个显认实职的时候 锁住的时候 在那边敲门 呐喊 市政府不开门 主委也没办法开门 为什么你知道吗 你开了门也没用 因为我们没有副首长 如果说没有这个副首长 检任习职人的时候 试想 市长 我们从公务人员 一路这样二十年了 我们假设二十年了 升迁到主秘或者专委的时候 全部塞车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他有可能到五十岁 五十岁他当了专委 当了主秘 他公务人员退休时几岁 市长 六十五岁 还有十五年的时间 十五年的时间 现在他们没得升迁了 专委 那他就要退休了 然后他没有升迁的话 一个萝卜一个坑 下面的科长 专员 股长 科员 办事员 书记 相对的也没办法升迁 全部塞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 那他们觉得说 他还不如 不如来归去 不如来归去 所以说 市长 我想请教一下 你这个这个直列表 还有我们这个六都 的一个副首长 各都都有 只有台中跟台北市没有 你的看法呢 市长 因为这第一次听到 要带回去研究 要带回去研究 市长 我叫蔡富研究一下 我跟你讲 本席有找过人事处 还有 找过人事处 还有相关人事的公务人员 来聊过这个事情 这个势必要组织在照 势必要组织在照 那你看 我们原住民的特考 三等 四等 还有五等 初级考试 他具备原住民的身份 他相对的 他当然 他有他的正当性 就是待在 原民会这个机关 来服务原住民的乡亲 而且会更为友善 因为族人服务族人嘛 对不对 市长你认同我的话 同意 同意齁 那可是呢 到了专门委呃 专门委员 现在 那个那个 主委 现在我们这个 原民会的专门委员 是不是原住民身份 是 简任实质人 他现在多大年纪 5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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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所知 他已经升迁67年了 8年 8年了 市长 难道他就在那边 六 他是五十几岁 55岁 55岁 还有10年啊 但是可以在这边 跟原住民一下 原住民他60岁 就可以自愿退休了 什么 60岁 他就可以退休了 60岁 那叫做自愿退休 符合年资 我现在讲的是文官的65岁 现在年金改革 改成这样子 谁要退休 我跟你讲 很多这种高阶的公务人员 在台北市的时候 在台北市的时候到实职人 他就离开了 那市长相对的喔 市长这代表什么 我们留不住人才 相对的时候 我们要找人才进来的时候 也没有人要进来 为什么你知道 没有未来性 没有他的未来性 谁要进来 因为进来的话 死路一条啊 因为你没办法升迁嘛 所以说呢 市长本席在那边 具体的 请求市长 针对原住民的这个升迁管道 市长你要用一个高度政治的角度 增列一个副首长 以对原住民事物的重视 市长这部分有没有问题 跟议员报告一下 处长你先不要讲了 我问市长有没有问题 我先报告一下 因为这个我们检验人 在每一个机关里面 大概考试院那边有规定 不能够超过百分之十 我告诉你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 你们在用高度政治的方式 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讲过不能用一般的诗文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请教一下 全台湾只有五十多万原住民 在军中当兵的那个 原住民的那个军人有多少 绝对不会大于汉人嘛 然后呢 我们有上将 有中将有少将 这个就代表总统 他的三军统帅的时候 他对原住民的 降临的重视 市长你是高位 将来 你想要到更高位 你自然而然要重视这个原住民的这个 升迁管道啊 有没有办法 增列一个副首长 市长只是你的决心而已 那我们 我跟蔡富再商量看看 看这要怎么解决 这个这个也要看这个 也要跟中央要有一个沟通 不是我们想怎样就怎样 市长决心是你的你的责任 对好 根据做报告 我们现在目前市政府 除了原民会之外 客委会也是一样 那我想我们可以从两个委员会 一起来考虑来处理这个问题 好那个 接着我们看下一张图 市长你知道85年成立原住民事务委员会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全台北市的原住民人口是六千多人 然后到现在大概将近一万八千人 一百零九年 那我们从过去的组织编制的二十五人 到现在的二十八人 市长你看一下那个组织编制 你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一二级机关的人数啊 市长我为什么讲这个吗 你看原民会 现在大概是多少人 二十七个人对不对 没错吧 市长 二十七要减一啊 你知道为什么要减一吗 市长 减一 主委 主委 不是 那减一就是因为那个人被你拿去用了 集药值啊 市长 我们 我在当任警察的时候 我们常常在支援 一般性的是专案性的 或是临时性或是长期性的一个支援 支援市府行政协助 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但市长你看一下 捷运局 第一大机关啊四百人 社会局三百六十一人 然后我们的 园民会二十七人 客委会 都委会 二十一十一人 然后呢 我们的家底啊 一点都不丰厚 然后呢 连二十七关的人数都比我们多 市长 然后你居然占我们的缺 我们已经人数 市长 你再 我跟你讲 牧人啊 借调啊 请 请机关协助的 我们一般来讲 找大西关 你怎么用一个 学民会 去再用我们的那个 那个值 一个萝卜一个坑 被你拿走了 市长 我在这具体恳求 什么时候可以把那个人还给我们 应该 我们其实我们 7月4号 府内会整个调整啊 7月4号会调整 到时候人会还给我们就对了 7月4号会调整 到时候人会还给我们 应该是 不会再用 占用你们的缺 好 时间暂停 主委 请回 市长 你讲的不会再占用我们的缺 把人还给我们 好 市长 我在这边要肯定一件事情 因为本期前天接获到一个女子的成型 网路诈骗 损失了45万 然后呢 那个 到了台北市中正义分局 中校西路判所 报案 然后我们的同仁 我们的警察同仁 不到四个小时就破案了 现行犯逮捕 然后那个 也想办法要追回 那个我们的民众损失了45万 我在这边表示肯定 市长 台北市 是首善之躯 总统府 五月 部会 几乎都在台北市 这个你认同吧 认同 我们的聚众活动 我们的这个集会游行 我们的特勤 勤务 台北市都是比一般县市来得更繁重 这个你也认同吧 认同 好 我来那个 因为最近有防疫 防疫 我们的那个搜集一些数据资料 跟市长分享一下 在防疫的时候台北市警察局 失联携旋的288名 然后呢 协助居家隔离一千六百多件 居家检疫六百多件 然后呢通报卫生局 财阀违规一百七十三件 然后呢 查获居家检疫 啪啪罩两件 侦办烘牌物价 二十九件 移送了三件 然后假讯息资料五十四件 移送了十六件 最近又多了一项业务啦 就是那个酒店已经开了嘛 实名制要配合机查 对不对 对 这个东西是 防疫期间 警察局所付出的 然后在那个交通治安的部分 我们大家也是非常的那个 非常的那个 关心 交通治安的部分 一百零九年一到四月份 死亡人数是每十万人口 零点六八人 六都死亡人数最低的 那A1的部分就是 包括二十小时内死亡的 交通事故大概十八人 比去年同期三十四人 又减少了 然后A2的部分交通事故 是七七千五百七十二人 也是六都最低的啦 然后在那个治安的部分 暴力犯罪的部分 自从你上任以来 然后我们这五年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刑案破货率是百分之九十六点三三 是六都破货率最高的 然后呢交通事故A1发生率也是六都最低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我不知道那个 市长你知道吗 这个我都知道 因为你都有开治安汇报交通汇报 市长你上任五年多来 各项的破货率增加 它发生率降低 然后包括车祸的死亡 死亡部分 我们也降低很多 然后呢 一些社会准备案件 也很多 在一个时间内 都在四八小子内破货 包括那个万华区的外型女子 被杀害三十二小时破货 然后呢中山区的银行抢劫三十二小时破货 大同区暴力讨债致死四十四小时破货 我在这边讲了这么多 只是说 我是要表示对市长所领导的台北市警察局 表示最高的敬意 除了防疫期间的这个状况 那市长你 对这个市警局的 勤务业务的部分的付出 你会不会 引以为傲 引以为傲 警察局的这个业务都做得很好 很好嘛 所以说我们警察同仁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但是辛苦你的认同不是嘴巴想讲 如何具体推动保障台北市警察局 升迁的权益跟福利的加起 市长你说明一下 目前我们警察局还是该怎么做有什么做 我们其实我们重大刑案的确这五年来 是全部都破案了 市长我现在讲的是我们基层同仁的心声 很多人 你也知道我是警察出身的 我必须要替他们讲话 然后我们这个 你是说能够帮助警察 因为他们肯定他们的辛苦 就只有升迁畅通 我刚才讲的升迁畅通 还有另外一个福利 要优于其他六都 对 其他五都啊 这样子我们同仁才会认为说你是一个好市长 对不对 因为你会给予警察同仁最大的一个空间嘛 那可是呢 你知道我们的升职的部分 已经大概有将近一年了 没有大幅度的做调整 因为今年的七月一号 你知道七月一号之后要重新造册 知识机份要重新造册 市长为什么你知道吗 很多同仁讲很多 基层干部跟我说 市长是因为文一文二合并的事情 所以说你把所有的那个中阶警官的那个缺 你全部抠在手上不愿意释放 但是你知道 重新造册之后整个大洗牌 很多人不进则退啊 市长 你怎么回应 七月一号 我想应该总统上任以后 他们应该会大调度 就在那个调度的时候看来怎么 我这边预判 总统上任以后 他们现在会等 罢韩六月六号以后 才来做这个高协议官人事的调整 但是我们市政府 也不能只有等待他们 你知道吗 我们自己内部要先把一些缺要 是不是要做一个小幅度的一个调整升迁 有一些退休的控制来的缺 我们会在六月半一次把它补齐 我想这一次大调动的时候 就看这个缺要怎么移动 应该 或者是觉得分数就要公平 市长分数都是公平的 但是勒 但是七月一号重新造册 过去的前五名前十名的人 可能七月一号造册的时候 他往下掉了 为什么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私底下找我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为什么知道 因为知识分不进则退啊 什么意思 就是工奖的部分 不是每年他们的工奖 因为也有很多同仁的工奖 往前冲 他可能就往前顶 他就往后退 主要是今年度都没有做一个升迁调整的状况 你知道吗 但是 因为你一直在等待文一文二 市长 因为我明天还有咨询时间 我明天继续跟你讨论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第二组今天指寻时间到 丧于一百二十分 明天继续咨询 散会 你 吧 不是 练